我們看一下數以99這一題 這一題的話呢 就是兩個小題 這兩個小題其實前後沒有什麼關係 第一個小題雖然是排列組合和單元的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它其實很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20以內的正基數 基數就是什麼 1 3 5 然後到19 所以這裡每個都有10個選擇 但是這裡10個選擇搭配10個再搭配 這樣子搭配起來就是10的4次方 那第二小題 要是要看這裡的整數根 整數根的話呢 就是說它要分解成一次的這個因式 所以x乘這個 這裡這兩個 分 乘起來要是這個2 所以這邊的候選人 就只能是1 2 正負的1 2 但是呢 我們 接下來我們要檢查哪一個 其實就是要用 可以用 因式 對 因式定理來判斷一下 就是說代1 它會不會是0呢 其實代1跟代2不會是0 所以唯一現在要檢查 就只剩下什麼 代-1跟代-2 所以x等於-1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很快的看一下 其實我都習慣就基有分開 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這邊就是1加5加3 這是那個9 3加7加2 這裡是12 所以這個東西 代-1的時候這邊-9加12 這是3 這是不等於0 因為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你在 基有基有 正負很容易搞錯 所以我就先 先把它分離 好 那接下來 -2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可以就是 先代進去 對 那另外一個方式 可以用除的 代進去的話 當然這裡就是 -32 那這裡就是-8 就是-40 那這裡是那個-6 好 那代-2 代-2進來 就等於代-2進來 就是3乘上那個 對 3乘上16 然後再加上7乘上4 再加上這個2 好 那這邊的話 48加30 這是78 那這邊也是-78 所以這是0 加起來是0 所以它的整數根 就是-2 好 那沒有其他的 對 沒有其他的 因為我們這四個都檢驗過 所有整數根 只有可能這四個 好 那 那個 另外一個 剛剛 在這邊呢 其實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直接去除它 因為太高次的時候 有時候代不方便 我們可以用除的 那我們也 讓大家練習一次 橫式的除法 我建議一定要把它練熟 所以這邊我們就可以配上S4 好 那接下來叫3S4呢 這裡兩個 那我們就要再配一個 就要配一個 好 那接下來呢 5X3 這裡 這裡 5S3的話 這裡有那個 嗯 一開始這裡有 2X3 所以這裡好 再加上3X2 這樣2加3才會是5 好那這裡再6個 這裡7個 所以這裡再補上一個 1個 好那這裡是2個 再補上1個 所以的確 欸 最後沒有剩下 好這是我的傷 這個東西可以分解成這2個 嗯 好 我是覺得 有時候直接除其實也是蠻快的 OK 好那所以再回顧一下 重點就是說 對 因式檢驗法都重點 而且其實大部分大考考的 其實首項都是1 首項不是1 知道原理就可以 可是計算上真的是有點煩 好 好那這是 另外這個就是 選擇的搭配 好這是 這是 方法術的部分也是蠻重要的 對